在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 中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场疫情或许能够反映出 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动员和军力投射能力 详细情况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 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包容 那么直到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 中国成立了助恶部队抗击疫情 运力支援队 并且派出多批的 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应对疫情 而且花了十天时间 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呢 也是交付给了军方 那此外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 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 新成立的联清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 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 那星期四的时候 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克里夫兰呢 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 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勤力量 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 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 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 你必须要有支柱 后勤扎根于国内 我感兴趣的是 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 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 比如新冠疫情 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 我好奇的是 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拜五角大楼 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 施燦德表示呢 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 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 和应对的 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 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 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 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 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 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 我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 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 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 时间上较早 通常做得也很严格 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 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 他们做的是好是坏 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 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战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 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 那他说呢 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 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 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 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 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 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管控风险 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包容 好的 非常感谢墨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